The Shal offering to the Brahmin About to make such sacrificial offerings 在外道准备对梵天进行牺牲祭祀的时候 向他们开示这种献祭的邪恶性 伊恩柱,那个时代的婆罗门教传统普遍迷信杀生祭祀的效力 而且极其注重以鬼细节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因为佛陀当时被公认具有关之远古历史的能力 所以有许多婆罗门教徒就来请教古代婆罗门祭祀的方式 佛陀告诉他们古代真正的那些婆罗门祭祀的时候是不杀身的 后来有些婆罗门艳羡世俗的享受 才逐渐边转出这些繁杂遗鬼 吸引统治者为此投资并从中获取名文立养 当历史上为了祭祀而第一次出现杀身时 诸天都惊呼祭法的败坏 作为被祭祀的对象 有一位犯天神就曾经亲口对一位做杀身祭祀的婆罗门老妇说 此非犯天时 掌布第五经 纠罗谈头经 里记载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婆罗门叫纠罗谈头 聚集了数千头的牛羊要举行一场巨型的牺牲祭祀 但是他不知道已经失传的三种牺牲之祭以及十六祭法 于是跑去请教佛陀 佛陀有一个过去生就是主持这种失传祭典的宫廷顾问婆罗门 所以他很详细的描述了这种古代的祭祀方式 根本不是通过杀身 而是通过参加祭祀的统治者 婆罗门 贵族和百姓自身严格的道德规范来达成祭仪的要求 受教的婆罗门纷纷意识到这样才是真正圆满的大牺牲祭 进而他们追问佛陀是否有比这更高跟圆满的依法 佛陀回答不失有戒得者 乃至皈依 持戒 禅修 正的诸沙门果 是会比这种祭祀带来更多果报和功德的法 082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 这个场景应该是婆罗门教祭祀中的火祭 或称天启祭 分别祭祀三种目标 家主火 供养火 祖先祭火 看图里分射三个容器 三分食材等等 祭祀以轨非常复杂 人员分工也很细致 主要是通过网火里投放各种祭祀品来实现 投动植物的事 供养剂 投酒的事 苏魔剂 并且认为仪式动作要分毫无差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稍微偏差就可能降低效力或是导致灾祸 图里右边那人貌似在查以轨细节做法 图里主要是献果书和酒 所以可能是初岁祭或是四月祭或是某种苏魔祭 针对当时的这类现象 佛陀劝誓说 在灵中火祭百年 不如请客之间供养修行的人 如是供养 胜过百年的火祭 法具经纪一百零七 婆罗门 即使仅是请客之间顶礼胜者 也比整年的供奉大大小小的祭祀牺牲 要来得好 零八三英文原文空缺 零八四英文原文空缺 零八五 Venerable Sariputta and his mother 社利福尊者和他的母亲 伊恩柱 伊恩柱 社利福尊者虽然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 一生帮助无数人和天神正果 但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怎么也不肯相信他 社利福尊者在进入涅槃前的七天 欲知道这是一个度化自己母亲的机会 于是向佛陀辞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时候他的物质身体就如其的迅速虚弱下去 四大天王 帝氏天王和大梵天王之道之后就依次前来探望李静他 社利福尊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婆罗门教徒 非常崇敬这些天神 他见到自己日夜敬拜的天神居然对自己的儿子置以如此的敬意 感到无比的喜悦 同时也意识到儿子的老师自然更加伟大 社利福尊者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母亲说法 让他的母亲正得了出果如图的场景 社利福尊者进入涅槃之前的物质身体状况和佛陀及其相似 他进入涅槃的方式也和佛陀几乎相同 依次从初禅上升到最高级的禅定状态 然后再依次到退回初禅 再从初禅依次上升到第四禅 从第四禅状态进入涅槃 显示了他对禅定状态完美而精准的控制 按他自己的话说 他对各种禅定状态的掌握 就如同从衣柜里随意挑选衣上穿一样轻松 佛陀在接过这位上手弟子的设立时 说就是这位比库在八万四千世界中 除了我以外智慧无与伦比 零八六英文原文空缺 伊恩柱个人推测这可能是小步天公是经的第四十五经记载的事情 有四位爱西加国宾纳卡加士的女子 遇见一位比库在托波 于是他们分别以一束青税莲花 一束青莲花 一束白根带叶的红莲花 一串象牙色的茉莉花环境献给这位比库 他们的果报是往生 三十三天 各拥有一座美丽的天公 四座天公彼此相连 称四女神天公 摩赫木剑连尊者称他们 乳之绒色照十方 恰如小天之明星 图里可能是佛陀在向其他比库解释受花比库的事 零八七 The Buddha on Surround in Varendra Country 佛陀在比兰若村托波 伊恩柱 英文原文描述的不精确 土里托波这位应该是阿南达尊者 当时是世尊臣到第十二年 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 到比兰若村过于安居的时候 天魔干扰了那地方居民的心智 让他们忘记了对世尊的邀请 SPI 178L DHA 253 C F J3 494 当得的农作物痛时受到一种病菌的侵袭 整个的区陷入饥荒 那时有一位马商带着五百匹马在 比兰若村过雨季 他不失给托波尖南的每位比库少量马卖 阿南达尊者就把这少量马卖研磨之后 供养佛陀 佛陀毫不介意地吃了 而且吃了三个月 他赞叹能如此以信念战胜击苦的比库 说未来之人将会因此轻蔑精米饭 摩赫木剑连尊者当时建议用神通翻转地面 以便取食当得的窍以下的一种蜂蜜状的可食之物 又建议把比库传送到复数的北古卢州去托波 佛陀制止了这些使用神通的方式 佛陀之所以会经历食马卖的夜报 是因为他在一次过去生中 身为一名贵族的时候 对当时的福沙佛不敬 那时他看到比库们在吃一些好东西 就斥责他们 说他们应该吃马卖 API 301 API 103F CF UDA 265 088的Buddha and the Elephant Pallayaka 佛陀和像王帕里雷亚卡 伊恩著 这里描绘的是佛陀成道之后第九个与安居时的事情 当时是尊重在高沙比城 那里的比库因为一个戒律的细节问题发生了真值 逐渐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教导戒律的比库师长 一派支持教导经法的比库师长 情绪高到连佛陀本人的劝说都不听 佛陀从这事情看到了将来僧团的分裂 正如近代发生的史实 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些比库 来到帕里雷森林 独自一人在灵中度过了这年的雨安居 在这期间就是图中的这位相王帕里雷亚卡 这名字的自根有点 帕里雷森林之灵的意思 在取食供养佛陀 佛陀当时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 并且说既 不得兼顾之友情 比镇深不得贤有 如王国土被征服 气味独行如龙像 继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意思是若得不到真正的友情 宁可保持独行 高杀比成那些真直不休的比库 后来遭到当的居士的抵制 无法得到供养 最后回到佛陀面前认错 零八九 The Solace of the Feet of King Being by Sarah being cast 宾比萨拉国王的脚底被割伤 伊恩柱 他的儿子卫生怨王子受到提婆达多的蛊惑 要行刺父亲宾比萨拉国王的时候被发现并逮捕 但是宾比萨拉国王不但没有惩罚卫生怨王子 反而把王位让给了他 卫生怨王子又在提婆达多的怂恿下要对宾比萨拉国王斩草除根 以稳固王位方式是把他关在牢房里饿死 因为宾比萨拉国王当时已经震得出国须妥罕 所以他在牢里来回进行禅修 狠掌时间都不死 卫生怨王子于是又派理发师去把他的双族给废掉 据说要求是割开 灌入盐巴和醋 然后用火炭烧制 如图 这是那些理发师都做不下去 而宾比萨拉国王居然能毫无怨恨的让他们动手 他在过去生理有一次穿着靴子践踏一座舍利塔的庭院 而非赤族是靴 作为一名须陀喊圣者 他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果报 宾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 转身为四天王中多文天王手下的一名将军 名叫蛇尼沙 后来还拜访过佛陀 提到自己期望能继续震到第二果司陀喊 DAI-135FF FAN-2-190F 090 The Elephant Knowledge Being Admonished 驯服狂向奈拉吉里 伊恩著提婆达多企图谋害佛陀的事情曝光之后 很多比库都云集到佛陀的居所周围警戒护卫 佛陀却遣散了他们 告诉他们佛陀是不可能因暴力而失去生命的 那时 王舍城有一头著名的杀人狂像叫奈拉吉里 提婆达多用身迁和加薪收买了训像师 让他们在佛陀入城托波的时候把这头杀人巨像冠罪后放出来 当这头凶狠的发狂罪像冲向世尊的时候 大家都吓得四散金桃 世尊则泰然自若 他向这头狂像发出的强烈慈心让他顷刻间清醒了过来 最后驯服的跪倒在世尊面前 世尊用记对他说 行事最狂与放逸 放逸不得入善去 依循此见而行事 你将转身于善去 从此这头专业训像师都难以驯服的具象就变得温顺起来 当时他甚至还自己走回了像狼 佛陀在过去身的时候 就很多次展现了这种和不同种类的动物有效沟通的特殊能力 这可能源于他多生以来休息的波罗蜜 经典里记载有很多他和动物之间有效互动的情形 包括他年轻时驯服列马 上面图里森林向王主动供养他的例子 而他在前一生身为兜律天神的时候 就是在慈心缠纳状态中过世的 这意味着他这一生五蕴的主旋律之一 就是对众生强烈的慈悲 091 Admonishing the Assassins who had been sent by Davidad 教士提婆达多派来的刺客 伊恩柱 提婆达多当时派了好几波的刺客去行刺佛陀 而且从刺杀到灭口安排的极其缜密 他先派一名刺客直接行刺佛陀本人 这是为皇家弓箭手 为申愿王子委派给提婆达多使用的 然后又派二名刺客埋伏在第一个刺客归路中 灭口第一个刺客同样又再安排四名刺客同法灭口上二个刺客 这样环环相扣 最后一批刺客达到十六名 当第一个刺客接近佛陀的时候 恐惧感让他将力柱无法动弹 早已知晓的佛陀让他不要害怕 并为他说法 这名刺客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皈依了佛陀 佛陀让他取其他路返回 让他免于被其他刺客灭口 就这样 佛陀依次把提婆达多派出的所有刺客都度化并且安全遣回 图里这波应该是第二波的二名刺客 092的Buddha Attempting to Kill the Buddha with a Boulder 提婆达多企图推下巨石谋害佛陀 伊恩著提婆达多派人刺杀佛陀失败之后 就决定亲自动手 他看到世尊在灵鳩山的山鹰处来回经行的时候 从山上推下了一块巨石 注释里说提婆达多有五匹大象的利器 这时有二个石锥从山体上刺出 把巨石卡住 但是石屑依然滑落下去 蹭到了佛陀的脚趾 佛陀抬头平静地对他说 迷途者 你已经造下了极重的不善业 这种业是忤逆罪之一 他的业报导致提婆达多 即使已经正的禅定和神通 下一生也依然会转身在地狱中 通常情形下 已经正的禅定的人 如果在临终时维持禅定状态 是会转身在和该禅定相应的梵天界 佛陀实际上在提婆达多加入僧团时 就已经预知了他此生将会做出的行为 因为提婆达多好多世以来都在和佛陀作对 但是佛陀出于怜悯还是接纳他加入了僧团 尽管提婆达多犯下恶业 导致他将在地狱中受苦到这一节结束 但是他此生的修行成果 会令他将来成为一名辟之佛 名叫阿提萨拉 093 三十位巴达瓦吉兄弟和佛陀 伊恩柱 如果按照绿藏的记载 三十巴达瓦吉兄弟当时应该已经是比库了 而非土里的世俗人打扮 他们当时都修习苦行 在一次宇安居前想从远方赶来和在沙瓦提城的佛陀一起住 但是时间来不及 只好在离佛陀巴尤寻的路途中过宇安居 宇安居之后他们满身湿漉漉的来拜见佛陀 佛陀因此制定了有关加西纳伊的戒律 允许在与安居结束后的一个月内 安排其中的一天来制作僧袍 所有的制作程序 包括接受布料 裁剪 缝制 染色 晾干 以及在僧团当中进行分配与随洗 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天所制作的森袍就称谓 加西纳伊 图里的场面和英文注释似乎有点不太相符 带茶 094 King Ajay Tosa to coming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为申愿国王来见佛陀 伊恩著 在掌布第二经 沙门果经 中记载 为申愿国王 在兵比萨拉国王过世之后 他已经继位成为摩羯陀国的国王 在宫廷医师祈婆的推荐下 前往拜访 当时镇住在祈婆医师的芒果园中的佛陀 为申愿王因为参与过谋害佛陀的事情 所以一直不敢去见佛陀 这次拜访他出动了五百头圣奇象 大量人员持续照明 即便是这样 当他接近佛陀住处时 依然感到巨大的恐惧 当时佛陀身边有一千两百五十个比库 为申愿王认为这么多人同在一个住处 不可能会如此安静 他甚至因此怀疑这是一次谋害他的阴谋 如图描绘的场景 当他亲眼见到佛陀和一同静坐的比库时 感慨地说期望他的儿子也能获得这样的安详寂静 他因为谋害了父王 所以害怕他钟爱的儿子也会这样对待自己 于是有点期望他儿子出家 Dai 153 很遗憾 他在位32年之后 还是死在自己儿子手里 那次会面佛陀向他详细解释了出家修行能在当身所得到的果报 这个问题他问了当时许多外道的导师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答复 佛陀后来提到 如果不是已经犯下杀父的业 那次会面他就能证得出果虚妥汉 尽管如此 他依然从此成了佛陀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 据说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起 他就没法睡好觉 和佛陀见面之后 他终于能睡得安稳了 Dai 238 095 安巴帕利 为沙里城的城花 和利查维族的王子们 伊恩柱 陈花 这个是古印度的一种特色职业 象征一座城市的女神 工作是为贵族提供封城性质的服务 据说维沙里整个城都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非常繁荣 安巴帕利 因而使其被发现于一棵芒果树下 所以他的名字有 芒果 的意思 长大之后他的资荣及其端力 为了避免因争夺他而起冲突 贵族们于是达成协议让他当了 陈花 他的魅力带到佛陀在他来访之前 还要特地警告比库们要注意保持正面 不要被他迷住 Dai 2545 他在佛陀即将进入涅槃前 经过维沙里城的时候 专程驱车前去拜访佛陀 在听讲之后 邀请佛陀次日到他的家里应供 佛陀默许了 在他离开时 立查为族的王子们正好前来拜见佛陀 他当时因为能够获权供养佛陀而自豪到没有给他们让路 两车交错的时候 王子们想要以重金换取供养佛陀的权利 安巴帕利说即使把维沙里整个城给他 他也不换 如图中的拒绝首饰 邻国的兵比萨拉国王和他发生过一段感情 生了一个儿子叫维玛拉 坎达纳 后来他出家成为一名出色的比库 安巴帕利晚年听了他儿子的说法 也出家修行 正的阿拉罕国 CK206年7月 他此生之所以沦为封城职业 是因为过去生他曾作为沙米尼 和比库尼们一起敬拜摄利塔的时候 一位阿拉罕长老尼不慎留下一滴口水在地上 当时他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口水 但是冒出一句不尽的话 哪个有女在这土的口水 CK206年7月 P.S. 现在在Youtube上还能看到一部1966年的印度电影 Om Rapali 描述的就是他和宾比萨拉王的那段感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领略一下印度人自己展现的佛陀时代古印度的场景 要用代理软件才能看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 冒号双斜线V.UCUK.COM 斜线V底线收斜线ID 底线XMCEODM4MDIW.HTMO 左开示圆括号公元2012年8月8日测试有效 非中文 096 The Buddha and Nakula Pitta 佛陀和诺姑罗夫 伊恩著 诺姑罗夫和诺姑罗姆被佛陀称为是在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对夫妻典范 在诺姑罗夫第一次遇见佛陀的时候 就顶礼他的双足 称他为亲爱的儿子 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探望他们 因为诺姑罗夫记得一些前世的事情 佛陀在过去生有五百世都是他的儿子 佛陀当时为他们夫妻俩说法 让他们都证得了出果虚陀喊 诺姑罗夫妻有一次请教佛陀 他们来生如何还能再相遇并且再做夫妻 佛陀回答说彼此忠诚 慈爱 有正性 持戒 不失 培养智慧 来生就还能在一起 如法助于此世间 同持戒与五波萨 事后喜身于天界 同受丰盛之悦乐 AM4.54分 英文原文是说图里那位是诺姑罗夫 但是个人从依着类型和鼎里的的点推测 这位应该是巴谢纳的国王 那次是他和佛陀最后一次会面 巴谢纳帝王当时和佛陀一样都八十岁了 他说他和佛陀同龄 同是沙地利 同是高沙喇人 佛陀故乡家皮罗未成 实际上是从属于高沙喇国的一个属国 但是作为国王 他对人心的把握却远不如佛陀 比如他在会议上讲话时 经常被手下打断 而佛陀说法时 听众连清嗓子的声音都没有 他因此对佛陀置以最高的敬意 M89 097 Blocking Vithithiba and his army 劝祖维都达巴、皮琉璃 和他的军队 伊恩柱 皮琉璃是世家族 一个宫女和高沙喇国王巴谢纳的的儿子 因为当时巴谢纳帝王想要娶一名世家族的公主 于是世家族用公女伪装成公主嫁给了他 所以当皮琉璃王子16岁拜访娘家世家族的时候 由于血桶低贱 他坐过的座位被用牛奶来洗 这种巨大的歧视行为让他发誓一定要复仇 巴谢纳帝王发现这事之后 一时废掉了皮琉璃母女的地位 后来在佛陀的建议下又恢复了 皮琉璃20岁时 趁巴谢纳帝王当时出游 窜夺了王权 巴谢纳帝王死在逃往摩羯陀国求援的路上 而皮琉璃很快发兵攻打世家族复仇 佛陀精却预知了此事 于是来到两国交界处 在大军面前孤身一人 顶着烈日暴晒 坐在世家族境内的一颗无法遮阴的枯树下 如图中情形 当皮琉璃王问他为什么不坐在高沙喇国境内的茂盛大树下时 佛陀回答 亲族之音圣他族 皮琉璃王会议并退兵 皮琉璃王此后又出兵二次 都遇到佛陀坐在同一颗枯树下 于是又都退兵 佛陀因为这事而承受的暴晒 让他留下了延续一身的头痛 UDA 265 API 300 皮琉璃王第四次出兵的时候 佛陀知道世家族的夜暴 在过去世中曾经做过集体像河里投毒的事情 无法避免 就不再试图挽救 两军交战时 世家族人虽然全副武装 但是无人愿意杀身 于是落败 全族人几乎都被屠杀 但是因为坚定持戒 全部往生天戒 佛陀预言皮琉璃王七日之后就要死亡 七日之后皮琉璃王的军队铸扎在一个干枯的河床上过夜 河水突发 全军复煤 从此高沙喇国的国土并入摩羯陀国 佛陀在有一次和外道讨论 深夜更重还是一夜更重时 有提到一个例子说 的心自在者摧毁一座城市只在一闪念之间 M56 所以即使佛陀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皮琉璃王仇恨再大 带着整个军队也是不敢硬闯的 当时的传统也是如果军队行军途中遇到沙门 一般是要退兵 098英文原文空缺 一按住 这图里应该是佛陀进入涅槃前 握于沙罗双树下的场景 当时佛陀身上批的是居士福贵供养的 柔卷金色衣 福贵原先是外道阿罗罗加罗摩的信徒 他见到佛陀和僧团在静坐 身为那种宁静所触动 佛陀为他描述了禅定的境界之后 他就归依为佛陀的在家信徒 佛陀即将入涅槃前的肤色及其光辉明亮 据说让这件金色衣披在身上时都显得失色 当佛陀以狮子卧的姿势右侧卧于沙罗双树下时 沙罗双树在非开花时其开花并散落 空中的天神也痛时散花奏乐供养 佛陀却说这些都不是适宜的供养方式 他强调持戒正直 依法禅修 才是对他最高的尊敬和供养 当得的莫罗族人闻训之后 纷纷赶来拜见 如徒又端人群 因为人数太多 阿南达尊者安排他们以家庭为单位 一团一团的集体礼境 零九九的Buddha's Last Conversion Night of the Wandering Asit Xabodha 佛陀最后度化的人 由方沙门苏巴达 伊恩著 这一幕发生在上途接受大批莫罗族集体礼境时 佛陀的身体已经非常疲惫 苏巴达当时还是外道行者 他听说佛陀即将入涅槃 连续求见三次都被阿南达尊者拒绝 怕佛陀在受外道烦扰 佛陀独知苏巴达的心念 让阿南达尊者不要再阻拦他 如徒所示的情形 苏巴达请教佛陀 世间有那么多的教派和导师 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理呢? 佛陀回答说 在任何行法和戒律中 有八正道者才有真正的沙门果 依八正道而行 这世间将不空缺阿拉罕 苏巴达听佛说法之后 立刻请求归依出家 那时外道要加入僧团都要先考察四个月 佛陀破例当场接受苏巴达成为比库 苏巴达出家后不久就证的阿拉罕果 佛陀进入涅槃前最后一句留言 是非阿佩玛 坏灭之法 Sankara 造作巨盒 阿佩玛丁 不放逸 Sankara 去完成吧 所有的造作巨盒 都具有即将坏灭的特质 及由不放逸的努力 去完成 解脱 吧 第十六 100的Bromandana Distributing Relics 婆罗门多纳分配佛陀的设立 伊恩柱 当时为了佛陀设立的供养权 各方势力差点又起冲突 多纳婆罗门劝说众人依佛陀的教导而忍辱无真 于是众人推选他用逃平平分佛陀设立为八分 1.摩羯陀国的卫生愿王 2.维沙里城的利查伟族 3.加皮罗未成的释迦族 4.遮罗坡的巴黎族 5.罗摩家的居利族 6.皮刘提的婆罗门 7.波婆的莫罗族 8.佛陀涅槃所在的库西纳加罗的莫罗族 各方领回建设立塔供养 此外 多纳婆罗门自己留下分设利用的陶平 建 平塔 供养 毕波里瓦那的莫利耶族也派遣使者赶来 迟到了一步 只得到剩余的灰烬 于是建 灰塔 供养 在凡俗世界之外 龙王和诸天也得到了一些佛牙设立 其中一颗佛牙设立 据说供养在 33天 第16 101 Assembly of the First Council 第一次经典节集 伊恩柱 世尊进入涅槃七天时 消息传到当时正在半路的摩赫加叶尊者和随行的五百比库 其中有一个年老才出家的比库须拔陀罗反而庆幸的说 这下终于没人制约我们 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 于是摩赫加叶尊者 深感尽快解极经法和戒律 以免肆意歪曲者得势的必要性 当时僧团决定在王舍成过与安居时进行第一次解极 由魏申愿王负责供养 参加者是由摩赫加叶尊者精选的499位阿拉罕和阿南达尊者 除了参加者外 其他比库不得进入王舍成过与安居 阿南达尊者在举行解极前的一夜彻夜禅修 终于赶在解极前正的阿拉罕过 所以正是解极时是整五百位阿拉罕 这次解极因此又称谓五百解极 会兼由摩赫加叶尊者担任询问者 五八离尊者送达出绿藏 阿南达尊者送达出精藏 一百零二 Dispatching Sanathara and Atarathara on their missionary work 派遣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前往红法 伊恩柱 图中的场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集之后 中间那位贵族应该就是阿首喀王 索纳长老和乌塔拉长老 此去的目的地是金帝国 据说这就是下缅甸的海岸一带 或是印度大陆东南角某地 当时那里有一名女性的海神 每当国王有子嗣出生 就把孩子吞噬掉 两位长老抵达的时候 恰好有一个王子出生 因此他们一开始还被视为是十人海神的同伙 后来两位长老用神通驱退了那个十人海神 并且通过念诵 范王经 在那各国家周边树立了一道防护结界 当时有六万民众归依佛教 贵族出生的三千五百位年轻男子和一千五百位年轻女子出家 从那时候起王室出生的所有王子都取名为 索努塔拉就是两位长老的名字连起来 MHV 126-44F EPV 82-SPI 64 103 Dispatching of Pickers on Missionary Works to the Nine Regions 派遣笔库前往九大地区传法 伊恩著同样是发生在第三次经典结集之后 记载中的九大地区就包括上图中的 金帝国 金夏缅甸或印度东南角 和 伦家岛 金斯里兰卡 104 Presenting the Sacred Bow Tree to Sun and Mehta 将菩提树种交给森加米塔 伊恩著 在马辛德长老前往斯里兰卡红法之后 当德的女众也很想加入僧团 包括当时斯里兰卡国王的王后阿努拉 于是森加米塔长老尼也被派往斯里兰卡去开启 当德的比库尼传承 森加米塔是阿守喀王的女儿 阿守喀王一开始还不太情愿自己的女儿 越洋远舍他国去弘法 后来在森加米塔本人的坚持下 终于同意了 森加米塔当时还带去了菩提树的幼苗 如图所示 据说就是直接分裂于菩提加耶纳诸佛陀 坐于旗下得以正道的菩提树 幼苗被种植在阿努卢塔普拉城的大寺 从前是斯里兰卡国王的宫廷园林 后来供养给僧团座位道场 是上座布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主要根据的 据说至今还生长在那里 一百零五 Casithara presenting Felicitations to Prince Pakasati 卡西长老为帕库萨提王子赐福 一百零六 King Ahsoka erecting the stone monument 阿守家国王树历石碑 伊恩著 阿守卡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任统治者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印度大陆的帝王 他登基时为佛陀进入涅槃后 第218年 阿守家王起初是打算继续扩张版图 但是受到攻打卡林家国时所造成的大屠杀场面的刺激 放弃了这种流血冲突的方式 在皈依佛教之后 他转而推行一种非暴力的政策 当时由于君王信仰佛教 于是大量外道为了各种好处也混入了佛教 导致教义和戒律一片混乱 为了进化僧团 阿守家王肯请马兴得尊者的老师帝沙长老出来主持局面 据说当时阿守家王跪在河里 伸出右手迎接帝沙长老的船 而碰触帝王的右臂 在那时是即刻处死的重罪 阿守家王呵止了皇家侍卫 于是帝沙长老持起他的右手 座位接受他成为自己弟子的标志 阿守家王请求帝沙长老展示一个神通 以证明自己 帝沙长老当场在他面前引发了一场地震 历史上的第三次经典结集 就是在阿守家王的护持下 由帝沙长老主持完成 在那次结集中 三藏经典正式定型为今天的形式 阿守家王归依佛教后 陆续在各地撰刻了记录自己 征战历程和佛法教义的碑文 成为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 使得从那个时代开始 有可能对印度诸王朝的存在时间 进行大致的估算 正式在阿守家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 将佛陀的教法传播到了东亚和东南亚 让整个亚洲的历史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P.S.2001年有一部印度电影 阿玉王 阿搜卡 及阿守家王 讲述的就是阿守家王早年的一段感情故事 直至入侵卡林家国 影片中的几段插曲相当不错 片中的女主角据说是阿守卡王的第一个妻子 而著名的马辛德长老和森加米塔长老尼的母亲戴威 她是世家族的后裔 就是上树皮琉璃王公打世家族时逃难者的后代 则是第二个影片里戴威也有出场 国内目前这个地址可以看 H.T.T.P.冒号双斜线 www.yengdubc.com 斜线MTV斜线28.htm 左开示圆阔号公元2012年8月12日 测试有效 中文字幕 107 Assembly of the Fourth Council 第四次经典结集 E.N.G. 发生于公元前29年 由当时的一位阿拉罕摩赫拉奎塔主持 的点是在斯里兰卡一个叫阿路卡勒纳的山洞中 这次结集的特色是 将三藏点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之前都是以传承者记忆和口颂的形式流传 这也是为什么三藏原文里有许多高度重负的段落 目的是为了便于记送 当时斯里兰卡内乱和饥荒严重 而能记送全部三藏点集的笔库越来越少 未避免经典失传 所以结集之后将经典刻录在被叶上流传后是 108 Assembly of the Fifth Council 第五次经典结集 Ian Drew 这次结集发生于公元1871年 由三位阿拉罕大长老 贾加拉比文萨 纳瑞达比达雅 苏曼加拉萨弥住持 2400位比库参与的点是在缅甸的曼德勒 整个结集为其五个月 特色是 结集内容被捐刻在729块厚12.7厘米 掌167.64厘米 宽106.68厘米的大理石板上 如图 并建位一座佛塔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